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除了要维护世界和平之外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我们要和不同的人交流 要去不同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情绪控制的方面 我们会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就算是不开心的时候 也可以时时刻刻地保持微笑 张老师 呵呵 范茗老师 很厉害的喜剧演员 非常厉害 我生孩子那两年 特别爱看《武林外传》 所以我女儿第一次叫我的时候 叫的都不是妈妈 而是 为了个寝娘 我看好你哦 我们打 段雅萍老师 我从小就是 是您为我的偶像 是我的榜样 所以今天来 我真的是 没什么可以要吐槽的 因为我今天能够看到您 我就已经非常开心了 所以以后呢 您要是万一有什么事 需要我的 随时跟我说一声 比如说飞机上放个行李啊 家里放个灯泡什么的 随时找我 太出台了 太出台了 王石鹏 王指导 你好 特别喜欢骂人 曾经在微博上 点名怒屁股 周琦怪论 刚在后台 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哎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说我心想 这是要搭事啊 还是要骂我呀 管他要干嘛呢 我叫张绍刚 黄石鹏出众的时候 就特别地能扣篮 还喜欢用扣篮来吸引女同学 让女生呢 给他送吃的 我上学的时候 也遇上过这种 爱耍帅的男生 在我面前扣篮 我伸手就给他盖了个帽 请他吃了火锅 孙杨弟弟 我们在劳伦斯 中国颁奖典礼上 见过两次 第一次 他拿了最佳新人奖 第二次 他拿了最佳运动员奖 我也拿过最佳运动员奖 就拿了十分钟 就颁给孙杨了 孙杨呢 特别喜欢娃娃 还经常在微博晒玩偶 有一次还晒出一个小熊玩偶说 这是我当时打针的时候 因为我没哭 所以医生奖励给我的 当时我看了这个微博 我就想跟孙杨说 你真是一个小男子汉啊 都27岁了 居然还能不哭 我们这小男子汉 还参加了一个真人秀 叫真正男子汉 他还发微博吐槽 人节目组 说有剧本啊 然后不真实 节目组当时就跟孙杨说 你赶紧删了 要不然告你妈去 我们小男子汉 马上就把微博给删了 然后他的辩解说 真正的男子汉 就是要能屈能伸 能发能删 今天呢能跟这么多世界冠军同台 我感到特别地开心 因为世界小姐赛事 也被称为选美界的奥林匹克 但其实真的是不能跟运动员比 因为我之前也做过运动员 我知道运动员的辛苦 所以孙杨能够取得今天的这个成绩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我不管别人会怎么说他 但是我会一直一直地支持他 因为我心中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生一个像孙杨这么优秀的儿子 谢谢大家 我是张子凌 很好 很好很好 现在很好 谢谢